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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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怎么也不说话呢 说话干嘛呀 有人话特使 我可没觉得 也就是跟你在一块的时候 话多点 小帆还没回来啊 有可能 等你亮灯了我再等 这礼拜天 我可能要去趟外地 礼拜天 我也要带杨梅去乡留呢 好 不许我 你慢慢回来 那我走了 好 好 好 吃完饭了 吃饱了 吃饱了 严虎 你想发财吗 你想迅速发财吗 那如果 我有一个快点让咱们发起来的机会 你愿意帮我吗 你看 现在就有个好机会 明天早上 他们呢 肯定会把所有的童装都运来 我下午走 到了那边 我先把衣服卖掉 前一到手 你立刻坐火车过来 那边我都安排好了 咱们呢 就可以开始新生活了 开饭馆 买服装 干什么都行 那可不行 干这种事要坐牢的 你放心 他们呢 找不到咱们 不行 做这种事太缺德了 现在谁不这么干呢 不这么干的 那是没机会 你以为勤劳真能致富呢 像咱们这样的 干到死啊 也只不过是个打工仔 我还怕 你怕什么呀 这才十几万块钱 就算是他们报了警 警察也不见得有功夫啊 有那么多烧人犯他们也抓不过来呢 等咱们有了本钱 情况啊 就大不一样喽 可是 古兰姐对我们那么好 我们怎么能做得出来呢 那就算咱们借的 等咱们一有了钱 绝不来上 连本钱 带利息 全还给他们 这样啊 市场经济嘛 那 那我跟你一起走 那哪成啊 他们很快就会发现的 再说了 咱们的服装 也脱不了手啊 我看 你还是等我电话吧 我只要也给你打电话 你立刻拿着这张票到火车站去 啊 小鹏啊 这局货量大 你在内地办事要小心点 万一出过什么差错 咱们可全完了 您放心 我跑内地啊 也不是一趟两趟了 大意才容易出问题呢 那这么着 等货一出手 我就把货喊 我腰里一放 人在 钱在 您看怎么样 小鹏 那你真成了腰床乱惯了 我们能发什么大财啊 要本钱没本钱 要路子没路子的 顶多 你也就发个脾柴罢了 行 走啊 我们送送你的 不用不用 我先走了 路上小心啊 行 小鹏啊 这可是我们全部家的 都交给你了 你放心 再见啊 谢谢 我先走了 不顾客 转转的 和我 帅哥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你让他玩吗?弄坏了又怎么样?弄坏就坏了呗 有你这干妈宠着 以后啊,我都没法管了 你也不能乱管啊 妈妈,看见几些有个钢琴我想弹 听话,钢琴不能弹 有什么不能弹呢?去弹吧,随便弹 你知道吗?他虽然给我留了一大笔遗产 可是在遗嘱上清清楚楚地写着 如果我再婚的话,所有的财产都将归慈善机构 只给我留下够我生存的抚养费而已 怎么会这样? 他是个非常精明的商人 他当然不愿意自己的财产 落入和他根本没有关系的人手中了 你说这两者之间 我怎么选择?是要婚姻 还是要现在这样的生活呢? 这孩子 随他去吧 我跟你想好好说说心里话呢 看来 真的是没有两天其美的事 你不知道 他现在白头发 比原来多了好多 你呀 就是好了伤疤忘了疼 不过还好 我现在倒是能帮到他 而且他也需要我的帮助 虽然有的时候 我明明知道他在骗我 可想到这些也就算了 你知道在国内做事情 真的是很难很难 而他又是有野心的人 我能怎么办呢? 他在你的眼里啊 缺点都变成优点了 你怎么不弹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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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来 我教你好不好 好 来 来 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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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样 左手 你这个坏家伙 你怎么不听话啊你 你这个小坏蛋 你这个大坏家 好 我们好好谈好不好 谢谢 谢谢 你不自来吃鱼的吗 我自己来 你不用管我 来 给你加一块 好 谢谢 先给他们看一盛吧 好的 妈妈 我不用你 为我自己喝 好 小心烫啊 喝之前吹一吹 真乖哦 哎呀 哎呀 我来一包 来 corporations 哎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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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要攔钱啊 给亚美买钢琴 对了 现在就知道 没钱消洒不起来了吧 我这人啊 没有花男人钱的命 咱们就得靠自己的努力 脱贫致富 没错 接控主电话 别火 带点您的钱 大姐 大姐 带着帮衫着裤子啊 小鹏啊 小鹏啊 什么 我 可是 可铺面没有人看啊 我 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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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月红 小鹏来电话了 不是 是我们家亲戚 哎 这么多天了 他怎么一点消息也没有 以前从来没有这种情况啊 对 没有啊 不会出什么事吧 奶奶说 哎 你忘了昨天买暴灯的 说有一个生意人在内地 被人家谋财害命 结果还在摁在水里头一直被 你别瞎猜了 月红 没事的 小鹏挺精明的 金平啊 咱们再等等看吧 那也只有等了 总不能让月红去找 待会再把他自己弄丢了 金平 小鹏吗 你赶紧回来吧 他们一点都没怀疑你 真的 而且他们还担心 你是不是出事了呢 你要让我这么走了 人家真做不出来了 你快点回来嘛 咱们这道什么事都没发生过 行不行 小鹏 喂 喂 喂 我是月红 我是小鹏 我告诉你啊 这是我最后一次给你打电话 你赶紧给我过来 我是绝对不会回去的 你要是不过来 就再也见不到我了 以后我发了财呀 可别怪我不要你 这穷日子有什么好过的 再说也过不好吧 行了行了行了 我最后问你句话 你是来还是不来 咱们这次宣布 在渤海海域发现了我国目前最大的 海浪油店 出料也有6亿吨的 鹏来 岳南 你怎么了 快进来 怎么了 你别着急啊 是不是小鹏出事了 你快告诉我 我给你想办法 姐 我对不起你 月红 什么事 我那晚子不来得自己 小鹏拿着咱们的货款跑了 是吗 你说什么 小鹏在内地 把咱们的货 全部卖掉了 拿着钱跑了 赶紧报警 你报警了没有 你先别着急啊 我怎么能不着急啊 你怎么知道的 是月红讲我坦白的 本来小鹏让他一块跑的 月红就是和谋 你听我说嘛 他也思想斗争半天 觉得这样做不对 所以 你还相信他 说不定这是他俩和也的苦情戏 先关起一个来 也许姓鹏的会回来救他 咱们就把他抓住 那月红就会想 我还不如跟他一起跑了跑了就没事了 这孩子 会为自己的良心发现而后悔 他不就被毁了吗 你怎么还管得了这么多啊 那我们是被谁毁的 我们的本钱 我们达进去的经历 还有人情 还有我们吃的那些苦 就为这么一个小孩都白费了 不过来 你是不是脑子进水了 那他们也没想过我们该怎么办呀 不过我那么信任他 十几万呢 早知道他不是个好东西 不过来 你不知不知道我多想过点好日子 有钱的日子 买点东西不用左思右想的日子 金平 你冷静一点 咱们想办法啊 你别哭啊 你别哭啊 我都没有人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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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都没有人家 我都没有人家 我的钢琴梦不是也破灭了吗 啊 你别哭了 咱们可以想办法呀 别哭了 你就是在这儿接的电话 是 三子都是 对 你要来电警示吗 没有 没有 没有我们也能查出来 好了月红 我们回警局录下口供吧 走吧 没事的 你的情况我都如是跟他们说了 你不会有事的 别怕 我陪你去吧 我在外面等你啊 走 走了啊 咱们十年关系了 你还不相信我啊 好了 我也是 不行的 那你怎么不说啊 在家等着吧 怎么了 你脑子也嗅住了 进水了 我也憋了好几天了 再憋就该买开塞路了 诶 郑君 怎么着 什么指示 我想让你出来陪我轻松一下 这两天 我想创意想都快疯了 头都快炸了 我就是你的阿拉丁神灯 你需要的时候我就会灿烂 怎么那么贫呀 好嘞 那好 再见啊 好 好 好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别贫了 你帮我约一下晚报的治国 还有那个青年报的满年 精品的航程 你再约三四间吧 下午五点半在香格里拉大堂 我有急事找你们 进来 下床来 快 坐坐坐 不坐了 韩总 我是来辞职的 为什么 原因我写得很清楚 找大家来呢 还是为了这生长素的事 大家可能还都记得 我们公司曾经销毁过一批儿童生长素 这件事在咱们市里 医药界引起了不小的轰动 公司也为此树立了很好的形象 但是我今天要告诉大家的是 这不过是一场骗局 一个闹剧 实际上是一个更大的阴谋 这是我刚从北京取回来的检测报告 大家看看吧 他说 这一瓶儿呢 这一瓶儿呢 却被检测出有五项指标不大要求 服用者会有万分之一的几率感染脑病 这两根药 是我从一个包装箱里取出来的 也就是说他们现在已经 混在一起进入了市场 你希望我们做些什么 阻止他们 因为多卖出一瓶 就可能多一个受害者 找你们媒体来 是向社会呼吁最快的办法 你跟权总有矛盾吗 在这之前 我对权总充满敬语 可是现在 我们都市经济是很严肃的报纸 对任何轰动性的事件 都会做出公正的报道 我们不会容忍 顾名钓鱼的炒作 但我们要保证新闻的真实性 湘川 不是我们不相信你 这件事情要给我们些时间 再做调查 关键是这批药 根本就没有在咱们这城市里销售 基本上都发到内地一些中小城市里 而且是和合格的药品混在一起 取证非常困 我只希望你们尽可能 因为对发病者来说 都是百分之百性命攸关的时候 黄均 不只是好了 是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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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